開刀做手術,要麻醉 打麻醉針會否很痛 麻醉了,會否手術做到一半醒了 做到一半醒了也算 最怕是麻醉了之後,醒不回 歡迎收看健康關注組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麻醉有風險,一點也不能說 我猜過你,剛才你有感覺 麻醉後醒不回 你沒試過嗎? 我有試過麻醉 我上次全身麻醉時 然後那位麻醉科醫生問我 他說你準備好了嗎 我說好,準備 然後他放在我吸收時 我心裡說我一定要醒得回 很害怕 但我醒得回,但我很放鬆 因為你有很多次的經驗 我有六次 那… 所以我好像蠢了 我又不好意思 我幫你問問醫生 是否真的會蠢了 今天我們請來兩位專科醫生 分別是麻醉科專科林國基醫生 和骨科專科袁志斌醫生 歡迎兩位 首先要問問林醫生 會否有很多人像我一樣 會有這些疑問 很害怕你打了全身麻醉後 就醒不回 其實風險有多大呢 現在麻醉藥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快可以停藥的話 很快就在身體裡離開 其實醒不回 絕大部分都不是因為麻醉藥的問題 而是可能會否在手術過程當中 出現了甚麼事 醒不回會否因為腦部有問題 對,可能有時真的腦部中過風 或是可能缺氧了 在一些嚴重的事故之後才會影響 醒不回 例如我十幾二十年前 我有一些都聽過有些人是這樣 但現時麻醉是相對非常安全的 有人是對麻醉藥敏感自己不知道嗎 在我們生活環境中 都充滿了很多致敏源 有些人對魚、對蝦、對水果都敏感 藥物一定有敏感 麻醉藥顧名思義 都是一樣 所以有敏感也不奇怪 當然,你未試過麻醉藥是不知道的 是的 在我們的專業訓練之中 如何應付突發性的敏感 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有的麻醉科專業醫生 其實都會有很充足的常識 去應付這個情況 再加上在一般醫院 和很多預備麻醉的地方 其實一定要有充足的儀器和藥物 所以當你在那些情況下 發生突發性敏感 很多時候都不用太擔心 有辦法去處理 其實我們經常聽說麻醉 其實有多少種麻醉 最主要是四大類 其實是不只的 最簡單的就是局部麻醉 其實是不喜歡麻醉科的 局部麻醉可能是很多手術 做手術的醫生 自己在魚做手術的地方 打局部麻醉藥 通常做一些在皮膚上 很表層的手術 例如像女士打斑 做局部麻醉 在美容 做硬的白外障 激光的就是局部麻醉 那些是不需要麻醉科的 但記住這些就是表面 入親性很少的手術 其次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說話 監察麻醉 做腸鏡、胃鏡 或是氣管鏡 很多時候都會用的 這些你可以當作一種 很淺層的麻醉 給少許日子睡覺 睡覺後其實仍然是你自己的呼吸 你會沒有痛的感覺 會很舒服 當然做癡時你可能會動 但你不知道 直到做癡後 我們一停藥就醒了 一醒後你會覺得 好像睡醒覺一樣 這些就適用於一般入親性 不是太大的手術 是 其次就是半身麻醉 說下半身麻醉 很少做上半身麻醉 下半身 我們俗稱為腰麻 你想想現在很多骨科的手術 像今天的患膠 或是骨折手術 或是三嬰兒開肚 都是半身的 甚至乎無痛分辨 都是一種半身 回答嘉琪為何不是上半身 上半身 如果麻醉了,就不會休息 那就麻煩了 所以不是上半身 是下半身 如果關於上半身 就會是全身麻醉 下半身就在下部 對 上半身麻醉了 無法休息,那怎麼辦 最最後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是讓你睡覺 亦可能要給很多其他止痛藥 例如肌肉鬆弛劑 還有很多藥 令你整個人沒有知覺 就像睡覺一樣 不過想說 其實不僅僅這件事 而且還可以是一個局部麻醉 混合全身麻醉也行 好,那你全身麻醉睡覺時 醫生仍然可以在箱口附近 打定局部麻醉藥 但你全身麻醉了 還要在局部打 因為已經麻醉了 對,你會醒來的 你一做完手術 我們才停藥 幾分鐘便醒來 醒來時,你不想傷口痛 對嗎 所以你在局部時 打定局部麻醉藥給你 減少你的痛,對嗎 我明白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是混合使用的 很多時候聽醫生說 究竟麻醉是一針打進去 還是你不停灌進去 剛才所說 一停,基本上幾分鐘便排出體外 所以在全身麻醉或監察麻醉過程中 麻醉科醫生好像一直陪著你 看著你 為甚麼我會監察你的呼吸、呼吸、 血壓、心跳、甚至乎腦電波 為甚麼 就是要保持所有東西穩定 避免所謂的併發症發生 所以在過程中 其實藥是一直加加減減 加加減減,就像煮菜一樣 現在一直慢慢調整火 所以其實現在的麻醉藥是一直給 做十個小時手術 我就一直滴十個小時 你不會一小時醒 所以你說做早餐會醒嗎 不會的,正實 也不會說 會不會初時計算了五個小時的藥 但一頓手術說一個小時就完 那就不醒了 又不會的 所以你做二十個小時 我們都是一直陪著你 看著你,一直調整藥 我明白了 所以我麻醉後突然醒來醒來醒來 我說,算得這麼準確 對,即是那個劑量可以… 原來是這樣的 有否說最長的 其實是不能過多少小時的 沒有的 我有些同事 做二十多小時… 做三十個小時 都可以的 很多時候是視乎手術 是否應該一次過做那麼久 因為可能失血很多 又或者病人之後 未必是這麼理想的 做一次過做所有的事 所以反而用來麻醉 盡量配合手術的需要 在方面 一次過做二十多三十個小時 醫生自己都麻醉了 對,應該要讓他先休息一下 很想分 剛才他們也說到 有不同部分的麻醉 亦有不同的方式 例如有桃末式、注射式、吸入式 這些是怎樣去分 我何時要用甚麼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一個五歲的弟弟要切眼瘡 你就跟他說 不如這樣吧 今天我幫你打針 給你一些藥睡覺 我想十個弟弟聽到也不肯 打針的醫生 一定不肯,已經哭了 你就要改方法 不如跟你玩吹波波,好嗎 你當作吹波波 其實我們已經用了吸入式的麻醉 所以真的要看病人的需要 手術的需要才決定 我覺得之前… 都是說吹波波,你吹波波 經常在我的隔壁 很害怕會全身麻醉 因為你有聽過老人家經常說 如果你是全身麻醉一次 你就會減受六年 你是全身麻醉過多少次 剛才說了六次 所以你沒有了三十六年命 是嗎 即是我差不多了 對,差不多了 而且別人說 一生人不可以超過三次的全身麻醉 會怎樣 是否以前的麻醉 真的比較差 所以會有這樣的說法 其實很多方面的迷思 我也不知道為何聽到很多這樣的說法 但我舉個例子 譬如二百多年前 我們未有麻醉的時候 知道如果骨科醫生說 看見病人的腳壞死了 要切,知道怎樣做嗎 就這樣切 不行,別那麼殘忍 喝酒 對 喝醉了 酒精 喝醉了 喝醉了 然後被毛巾咬著 但他發酒癲的時候 你喝醉了 喝醉了 然後找機會按著你 然後手起刀下 很快的 喝醉了 他很淡白,那怎麼辦 對 不斷灌它 同手精毒都未生 一定有辦法 不可以按著 你想一下 這是我們第一種 你當作第一種麻醉藥 是 經過二百年的演變 其實我們轉了很多很多的麻醉藥 住到現在真的很精準 很漂亮 先問完完醫生 其實現在說起麻醉 很多老人家換一些膝頭膏 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否一定要全身麻醉 其實我們換身頭膏的手術 首先先了解一下 在下肢上 剛才林醫生說了 其實半身麻醉也可以 關鍵在哪裡 就是手術時間 剛才林醫生可能有一個點 沒有覺得 半身麻醉有限度 即是你打了一些藥 不會說下半身 一直麻… 十個小時都麻 不會的 一般兩、三個小時 開始的知覺會回來 是 所以你想到了 如果手術做得太長 就比較吵架 做到一半 可能病人就會覺得痛 是 開始懂得動 你正在喚醒 是否場景也比較… 危險 吵架 做一下手術醒來 不只是吵架 我想看場景很害怕 稍後回來繼續問這個問題 Horlick老師 其實很多病人在麻醉後 都會出現短暫的後遺症 有甚麼復康運動可以教我們嗎 其實麻醉手法有很多種 例如半身麻醉 針口在腰中注入 會容易出現腰背痛 肌肉沒有力 頭暈和平衡力差 而有些動作 都可以舒緩到不舒服的情況 現在可以一起睡覺 試試做 好,我們睡覺後 然後就動起雙腳 然後做地好像蓋起屁股 保持1、2、3 好,再慢慢下 這個可以重複做10下 然後做3組 萬一做完麻醉後 覺得腰沒有力 我們做這個動作 就會增加力量 剛才說到 麻醉過後的平衡力和肌力 會有影響 我們以下這個動作 就可以幫你改善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尋找牆 先捉住 我們雙腳抹開肩膀 捉住牆,慢慢地捉住 膝蓋沒有腳尖 之後膝蓋和膝蓋 就成90度 你會感覺到四頭肌的位置 有一點像香香的感覺 這個動作的好處 就是可以增強肌力 保持平衡力 30秒保持住 做到累的時候 就可以慢慢升起 我們休息是1比1 休息30秒後就會再下 漸漸開始好一點 肌力開始好一點 就可以慢慢進階 保持一分鐘,保持兩分鐘 最後保持五分鐘 就很厲害了 但對於年紀差不多的人士 肌力不太好的時候 有否可以偷雞一點 不夠力的話 不要緊,我們慢慢升起 雙腳大約45度 其實也可以 是否容易差很多呢 立刻 所以對一些接受過麻醉的病患者 他們在家裡 都可以做這幾套動作 對康復也有時半功倍的效果 繼續回來健康關注組 想問袁醫生 其實我經常聽到換教 我爸爸也有說 其實這個歷史 換教這個手續的歷史 是否近這10年才有 換膝頭哥教 其實第一個換教 其實是1960多年 數下手指也有60多年前 中間經過很多進步 我又問過前輩 香港第一個換教是1980多年 當然大家想到第一個換教 器材又沒那麼精準 自然就做得時間長 所以當然我1980多年 沒有經歷過要做多久 但在10多年前 跟師傅學習的時候 都很長時間 可能隨時換教 要做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甚至更長 所以在我的情況下 都是要全身麻醉 是 但現在大多數都是半身麻醉 對,現在技術進步了 我們說說換教的情況 其實簡單,不複雜 一般膝頭的架位 我們理解了 其實是大腿和小腿 兩塊骨 中間有些軟組織 大家看到藍色 就是一些軟骨 我們平時走路 軟骨是順滑的 滑的,沒有摩擦力 那就不會痛 老人家教用了幾十年 開始磨蝕 磨蝕了會怎樣 磨蝕了時 人們經常說生骨刺 其實就是當你的膝頭開始磨蝕 身體想嘗試幫你補救 就在旁邊生骨刺出來 看看能否撐住它 讓它不太不穩陣 當然,這個衍生出來的問題 就是膝頭開始不太順滑 所以一直磨 每一步好像骨磨骨一樣 所以就會痛 那就沒辦法了 無法挽救 就要用手術的方法 換一個新的部件給它 我們將壞了的關節 根據一些方法切… 將它切到正確的位置 切完後,將金屬放在正確的位置 其實周邊的印帶和肌肉 都是你自己的 所以基本上放進去 手術再縫傷口就完成了 以現在大部分醫生的情況、經驗 其實一個多小時就完成了 對… 所以很多半身麻醉都可以 你猜一下 當公立醫院來計算 每年大概做多少個換膝頭的關節 一… 一千?一年有沒有一千個? 一年一千個? 不太少吧 一年有… 會不會太多? 700個可以嗎? 這麼少? 有這麼多人手嗎? 但有很多老人家 對 沒錯,又提到一些醫療的問題 人手和老人家 其實有很多的 如果看網上醫管局的資料 有三萬多個老人家在等待換膠 粗略的一計,公布數字 所有醫院加上一年 大概有四千個 即是他們現在要等多久? 要等八年左右? 對 但會否有問題? 他們這麼久 還在繼續用磨蝕的膠? 對,你也想得到 真的挺大問題 每走一步,骨磨骨也很痛 所以基本上他們生活的質素 都大打折扣 我想問這個換膝關節 現在是否已經可以半身麻醉? 對,我們差不多九成以上的病人 都是半身麻醉做的 因為手術時間短 換一邊膝蓋其實只有一個多小時 而且現在其實可以兩邊膝蓋一起換 很多時候兩個、三個小時 可以換一對腳 所以… 很好 有時半身麻醉都可以換一對腳 但很多時候換膝關節都是老人家 用麻醉藥那方面 會否說老人家要用較少 還是有這方面的考量 不過真的不是看年紀 而是看身體狀態 有時現在的老人家 八十多歲都很精壯 可以做得到,可以做得到 我們醫學上的改良也有很多 我以前…十多二十年前 做一個六十多歲老人家 都很辛苦 預備了很多精神 但現在做到八、九、十歲 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 不過一定要有很精準的儀器 去監察、如何給藥 如何手術後的康復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等於叫一個老人家跑馬拉蟲 你年輕人跑馬拉蟲就很容易 老人家跑馬拉蟲就真的要很多人的支持 說起這件事 有沒有一些人對於麻醉是無效的 我很厲害 你麻醉不了我 有沒有這樣的 我真的…沒聽過,沒聽過 在我手上… 你知道吧,我們也幫助很多麻醉 你不照顧給一個二百公斤 四百磅的人 我來也有方法讓他們麻醉 會否像你剛才所說 二百磅的劑量… 又要多一點 對,要多一點 我想最主要是取決於 他做手術時 有時候整個過程要監察著他 像你所說的,不要中途會醒來 你不能麻醉 是否因為中途讓他的藥不夠 他便會覺得醒來、痛 所以一直監察著他,是可以的 如果我經常聽到 整天你全身麻醉會有很多後遺症 甚至是一些長者 他們做一些手術、骨手術等 他們對於麻醉的影響會否很大 有時候有很多人說 遇到麻醉後,他會否沒有記性 你久不久都會聽到 但是少的,不是多的 不過你要知道 影響記憶力有很多種原因 年紀大了 人的短期記憶 我們稱為短途的記憶 都是變差了 所以當你說幾年前很好的記性 現在變差了 可能因為你年紀大了 是吧 所以我猜影響記憶力 或者這方面的東西 沒有大數據 肯定是會影響記憶力 沒有 我想問一下,我們剛才說 全部都是成人 就算是老人家 但對於嬰兒有影響嗎 我們也有一些動物研究 或者是小時候三歲的老婆發育 會否受影響 現在我們沒有確切的數據 不過你要記住一件事 你做手術一定有個需要 在這裡才做手術 你沒理由本末倒置 因為我怕麻醉 有一點影響 就不做手術 你能幫助手術 譬如切粒眼瘡 他真的在發炎 或者甚至我們很多時候 手術可以做小腸器 如果你不幫他做 可能會影響到腸道的健康 所以你沒理由不做 我相信麻醉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來說 應該是很少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麻醉藥是甚麼 其實麻醉藥是一個統稱 我們在麻醉當中 有很多不同的藥 泛清的麻醉藥 可能包括了一些 令到你的神經線 譬如老婆神經線 暫且在睡覺的狀態 反而在睡覺 被人像睡著覺一樣 其實用來教藥 令到你的睡覺有心與淺 我們教到一個適合的程度 在麻醉當中 其中你的睡覺是不夠的 有止痛藥給你的 止痛藥是幫你減少痛楚 當你有止痛藥的話 你睡覺就不用不深 可以淺一點 亦有其他的肌肉鬆弛劑 可以幫你的肌肉鬆弛 你又會相負相成 所以其實麻醉是一個統稱 有很多不同的藥 不是說一種藥就解釋不完 你做過六次全身麻醉 你做過這麼多骨科手術 今天有否令你放下心頭大蛇 你好像麻醉了 放下全都 但我還是沒有記性 這個就… 跟你一樣 所以我們很接近溝通 沒錯 好,今天我們就感謝兩位醫生 謝謝 特別是林醫生和袁醫生 沒錯,如果大家在醫學上 有任何問題的話 儘管去到Facebook 去到我們開TV 健康關注組的專頁留言給我們 就可以了 這集整天差不多,再見 再見 各位,請… 感覺… имс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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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